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划了八场系列演讲 本期探索讲座将借由介绍科学上经典的幸运发现 让大家认知到科学史上层出不穷的未知意外 不仅为科学研究带来革命与创新 也带给社会长足进步与变化 1923年诺贝尔生医奖的颁发 彰显了胰岛素的历史地位 但当年宣布颁发给发现胰岛素的班廷医师 与麦克劳德教授时 却惹得班廷大发雷霆 公开抗议 为什么是麦克劳德与他分享奖项 而真正的合作伙伴贝斯特却未获奖 在这段胰岛素的发现和分离上 到底还有哪些恩恩怨怨的情节 今天就一起来听听这个秘星吧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这一期探索基础科学讲座 来到了最后一讲 那刚才你已经从我们K14亿同仁 这边已经得知我们 今天这一讲是要讲 我想应该算是20世纪 大家一般人最熟悉的科技产品 颐岛素的发现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这个请到 颜黄阳老师来讲这个故事 这个精彩的故事 这个有趣的故事 那颜老师跟我们前几讲的老师一样 例如说我们上上讲是周神工老师 上一讲是王大华老师 那颜老师跟他们一样 是我们K14的老朋友好朋友 颜老师在我们这部Case 同样今天这个场地 已经给了多次的科普演讲 跟科学史演讲 那我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 直到说他是会讲故事的高手 那颜老师是好久好久以前 台大动物系毕业 是学士跟硕士在台大都拿过 然后他到美国的这个UT 德州的Austin 德州Austin大学 拿到博士 然后后来在肯塔基大学教书 然后在16年前回到中央人救援 他在肯塔基大学教书的时候 还拿过那边的最佳教学奖 他在2016年从中央人救援退休 然后就到国立海洋大学生物博物馆 担任特聘讲座教授 那在过去他退休之后的这几年 仍然持续地在我们台湾的科普界 仍然经常给演讲写文章等等的 那我其实在不久之前才介绍过 他是在我们的科学士沙龙的场合 那各位朋友都知道 台大Case所举办的各式的演讲 我们都有影音记录 都在YouTube上面查阅得到 所以各位感兴趣的话 可以上台大Case网站 或者是YouTube网站去查 严恒阳老师 你们就可以看到他 之前在Case的这个演讲 那我之前介绍严老师的时候 我几次介绍他 我总是会讲一个故事 就是他曾经在Case讲过雷达的故事 那他的专长是鱼类演化生物学 有鱼类的这个生殖策略 神经生理等等的 所以他是这个鱼类专家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一般来讲 尤其是在我们早年 我们那时候这个 这个念书的时候分流得很早 我们起码我啦 我不敢 我知道他不是 就是说我是这个 谈不上有什么通事 所以一般我所碰过的 这个生物学家 其实对于物理学 一般来讲距离是比较远一点 可是我在好几年前 就得知说严老师 曾经跟我们物理界的一位大佬 也是NMR的发现者 Edward Purcell 曾经聊过好几个下午 我那时候一认 我说这个Perso是我们 当然在我们这一行是名人 可是我知道 他没有在一般大众里头 不像是说像费曼 Creek 这种大众熟悉的明星 学者一样广为人知 所以我很惊讶说 严老师怎么会认得Perso 而且跟他还聊过 很愉快地聊过了好几个下午 不管怎么样 严老师对于物理 也是有颇有认识 所以就到我们这个场合 来演讲过雷达的故事 我再次介绍 大家可以上网去听一下 严老师讲雷达 所以今天我们的讲者严老师 也是跟上一讲王道环老师一样 都是我所认得的 这个叫做什么 文艺复兴人 都是多才多艺 严老师恐怕还强过王道环一点 就是王老师大概不像严老师 曾经打做过广告 所以我们的严老师 因为他的多才多艺还曾经做过 我借我所知是汽车广告 他是我唯一任的学界人 能够受到商业界的赏识 找他来做广告 所以可想见严老师的魅力 好 我这样恐怕已经用了太多的时间了 那我现在就请严老师上来跟我们讲 《胰岛树发现》的八点档连续剧 好 欢迎大家到这个 今这一次探索系列的最后一讲 那我把题目定为 《胰岛树发现的八点档连续剧》 那这是利用我们台湾大家流行的 所谓八点档连续剧 美国比较美 美国叫Soap Opera 回照剧 那这个真是我在1982年读了一本书 等一下我讲Discover Your Insulin的之后 我就为这个题目所着迷 那么过去的38年中 一直有一支新的新的资料发现 我就把它收集收集起来 然后这一次有机会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么这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右边的是insulin 这是当时第一批做出来的胰岛树 那这是注意下面是写的什么呢 是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制造出来 那这有一个字叫Cognath Laboratory 就是那个我们这个等一下会来解释 那么这个胰岛树发现 其实主要有四个人 这是Bentine 这是McLawd 这个是Colib 这是Best 那么Best是他的助理 那么这是生理系的教授跟系主任 那么这一位Colib是 利用他的所谓教授年修 跑来跟他做研究 无意中误打误撞进入帮忙 做这个胰岛树的萃取 我们就慢慢来一个解释 好 那你若是到诺贝尔的网站上去 这是他们重新改版这个网站 就说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f Medicine 1923 很简单就一张两张照片 左边的这一边的是Bentine 那这边是McLawd 好 那他的主要共用是一句话 就是一字字而已 For the discovery of insulin 那我们是局外人来讲的话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两个人发现 可是事实上是这样 这么简单吗 没有 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那这之前我先给各位一些 对糖尿病不认识的一些基础的知识 我们说空腹血糖 大家去做生理检查 一定叫你说 前一个晚上12点以后 不要任何进食 要知道空腹血糖 假如by definition 就是说大概70到99mg per liter的话 是正常 100到125呢 已经是有点稍微偏高 是糖尿病的前期 超过126是标准的糖尿病 那糖尿病会有两个 很奇怪的症状出来 一个是我们说高血糖 这叫Type 2D Diabetes 高血糖的人会怎么样呢 口干舌燥 极度口渴 头痛无力感 视力膜无贫尿 这是很典型的症状 那另外一个低血糖的人 Hypo就是比较低 Galcemia 会有倒汗苍白 易怒饥饿感 头晕四岁 可是你会想说 这边是不是都是两边 都完全截然不同 不是 你假如在一个高血糖的人 你又在打胰岛素 你要突然打了大量胰岛素之后 你会从高血糖跳到低血糖 所谓低血糖是什么 血糖很快到你的身体里面被用掉 尤其是你的脑细胞里面 没有葡萄糖的话 你会开始进入所谓的昏迷状态 这是两型 那么两型在临床上 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我们就讲这个type 1的diabetes 就是低型的糖尿病 约在这个病患中约只有10% 那么它最主要好发在小孩子 小孩子生出来都没有问题 可能长到10岁 4岁 冬天都没有问题 然后突然就onset 这个症状就出来了 症状出来是什么呢 它突然不昏迷胰岛素 那不昏迷胰岛素会发生的景象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下一个介绍 那这英文这个胰岛素 diabetes 这胰岛素 这个diabetes 原来是从希腊文所过来的 原来是表现说什么 像一个管子 为什么叫管子 患了胰岛 患了糖尿病的人 会一直上厕所 像个水管一直在排水 所以叫diabetes 那melitis 这拉丁文 原因是什么 sweet honey很甜 事实上东方西方 很早就发现有糖尿病人 他的尿会有甜的感觉 听我从文献上跟我早期 是七一十八世纪 医生要知道这种糖尿病 是叫他给尿出来 然后医生会用手去点一天 是不是甜甜的 那就表示这是糖尿病 那么第一型的是 化身的小孩子 注意这个地方 完全没有胰岛素 为什么胰岛素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下一章再解 一般的90%的糖尿病是 有生产胰岛素 这叫type 2的diabetes 一个最典型的特种 都回胖 就是什么 吃了过多 就你会昏迷的胰岛素 不足以够量 分解你吃到里面的糖 那就累积到身体里面去 那生意到里面 糖在身体里面不是很好 人家说一个人 You are so sweet 你这么甜心 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不是 我解释为什么 糖尿病不是好事 胰岛素作用的理由是说 这是一个细胞 我们细胞都需要有糖混 才能够活下去 能源的来量 那细胞上面会有什么 细胞体 胰岛素的受体 那平常这胰岛素的受体 是关着 那这个葡萄糖的通道 也是关着 可是等到你吃到食物之后 你的身体知道说 我有糖混进来了 胰岛素就开始大量混 有个深糖基础会混 告诉胰岛素你要混 就混 就用个钥匙 把这个受体启动 那受体启动 这个葡萄糖的通道就打开 葡萄糖的分子就可以进去 那进去就经过氧化 变成能量的来源 这是我们能够活下去 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一定要有糖 没有糖的话是活不下去 好 那说糖有什么不好 糖很好 吃起糖来都很快乐 那这个是台湾的这个 凤梨罐头 那凤梨罐头 一个最大特征是什么 很甜 因为里面放的糖浆 那所以你吃起来很舒服 可是糖太多什么缺点 为什么把东西放在 糖质 盐质 酸质 那个食物都不会坏掉 最主要因为它用 外面用高浓度的液体 就是所谓叫高渗透压 那一个正常的细胞 你遇到一个外面高渗透压 就是滴水 高糖或者高盐 高酸的东西的时候 你细胞里面的水就被逼出来 被脱水了 就变成这样 细胞被脱水 反之你给它滴压的话 水会进去膨胀起来 正常细胞是这样 那你想想看 你的体内有太多的糖混的时候 就是什么呢 就把你的内脏 你的细胞全部糖滞了 糖滞的缺点是什么 脱水 所以为什么刚刚讲到说 糖尿病的人会喜欢 会很容易要去上厕所 因为他在一直被 身体里面把水被抽出来 那为什么说 糖尿病的人到后来要节肢 因为你的末梢细胞 都被浸在糖水里面都坏掉了 所以你有受伤 你没办法恢复 所以到时候有伤口 到时候都要节肢 其实就是因为你糖混太高了 可是刚刚讲的 Type 1的病人 是根本糖进不到细胞里面去 Type 2的人糖还可以进到细胞 所以活着没有 你Type 1的话就不行了 那么最早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德国人 叫Paul Langerhans 他在做解剖的时候 他发现很诡异 在这个Pancreat 就是我们的胰脏里面 有一群细胞很独特 他自己制成一个 所以他当时没把它命名 在1869年的论文上 就有一群细胞 它制成一个像一个岛 填在那边 到底是干什么作用呢 不知道 这是1869年 他的论文上面所写的 然后到了1893 1893年时候 这个华国人叫 Gustaf Edward Langresis 在做这个组织切片 后来说 原来当年这个Langerhans 所讲的是这一群细胞 这一群细胞是什么呢 它有什么呢 有所谓细胞的线胞细胞 叫Athena cell 它是什么 外昏蜜 就是说它昏蜜东西 他认为应该是消化液 然后会透过血管 送到体内各处去 这叫Exocline 外消化 不是内容是外昏蜜 然后他又发现说 这里有一群细胞 在这个地方 它是内昏蜜 它没有细胞 它没有血管跟它接触 所以它昏蜜什么东西 一定是透过血液 然后带到身体各部去 不是透过管线 所以这属于内昏蜜的一种 它当时也没有 它只是做个组织切片 也没有做一个 就生化了test说 它到底是 这些是做什么 但是它只是猜测说 一定跟这个昏蜜消化有关 但是它为了 就是说感念这个 最先发现这群细胞的人 它就把它叫做 Isolate Langerham 就是蓝氏小岛 那我想各位在座 你念国中或初中高中 都知道说蓝氏小岛 小岛就昏蜜胰岛树 可是事实上 胰岛树发现 不是就一句话就带过去了 最好玩的是在11890年 所以这两个德国的教授 Oscar Minoski跟Joseph von Merlin 他们把一个 把狗抓来 把它移障摘除 就发现什么呢 这个狗会展现出什么症状 贫尿 念味中有糖 然后最后会死掉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 因为它没有胰岛树 它拿不到糖分 就活活地饿死掉了 可是很有意思 我在回顾这个历史的时候 因为原文是德文的 我也看不太清楚 我再摘要把它看一下 为什么它没有提出 为什么它会想到是把狗的遗障拿来摘除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玄机 可是它在论文里面没有做这样的解释 这个原文对我来讲是一个历史的悬难 然后到了1901年的时候 这个欧比 这个美国教授 他是医学员 他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他做大体解剖 发现糖尿病的患者 蓝氏小岛都有受损 所以他变成说 这个1901年 120年就开始浮现 这个胰岛 这个胰脏一定跟糖尿病有什么相关性 所以刚开始大家都是在虾子在摸象 东摸摸西摸摸 然后到了这个1906年 叫这个德国人 后来他在 因为他是犹太人 他在纳粹新级的时候 他就移民到美国 在1934年移民到Zuger 他怎么会想到 他的论文里面 我去读了 其实他没有解释 他说他用胰脏萃取物 打入有糖尿病的病人的狗 那有成功的案例 然后他用牛的胰脏萃取物 叫Aquamato 打入昏迷的病人会过敏 但是病人可以活下去 但是因为这个Aquamato是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萃取物 也不清楚 也没有历史上没有加 当然病人就会死掉 所以就变成说有一个 好像这个 胰脏里面一定有什么很奇怪的东西 那我在这个左上角弄一个星号 这是好玩的 就在1923年诺贝尔被 搬花之后 他有写进去诺贝尔委员会 被抗议说 其实这个胰岛树是我最新发现 因为我在1960年就已经发表论文了 然后再来是这个 Ernest Lyman Scott 上面左上角 右上角也是有一个星号 他也是在1911年 他的硕士论文 他跟那个189年 明洛斯基养先把狗的胰胀栽除 然后再拿出正常胰胀的萃取物 他发现有缓和狗的糖尿病的症状 所以他也在诺贝尔奖颁奖之后写信去抗议说 诺贝尔奖应该是我的 不过跟各位讲一讲 诺贝尔奖从来不跟人家道歉的 为什么他哪在写 这是历史的公案 但他50年后都可以解密 你可以再去找灭 可是这已经是过往的历史了 不过最好玩是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叫Alita 在Hopin 在1972年 对自己还是耿耿于怀 就写了一本书 来纪念他先生 他现在已经66年死掉了 他72年 六年又帮他出了一本书 叫Ernest Lyman Scott's Work with Insulin 就是说我也要把历史交代清楚 所以他title叫做Gray Scott 很伟大的Scott 他现在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他耿耿于怀 那么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胰岛处 这个名词是怎么出现的 是这一个英国这个学者 叫做Edward Albert Sharpe 在1913年 在美国的史丹佛大学给演讲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名义的东西 应该叫做Insulin 它Insulin主要是用 大家听说Insula 是Illant 它因为从里面跑 所以产生出来叫Insulin 它是现代的所谓这个 内部密资物 很多新的发现 都由这个英国人所献出来 所以我们这Insulin 是这个人定名定出来的 这个时候 这个在1919年 就有这个Israel Simon Kleiner 他把这个狗的胰脏拿来萃取之后 打入狗身体里面会造成什么你知道 造成低血糖 我一开始有hypoglycemia 低血糖就是因为身体里面没有血糖 开始浮进脑里面没有血糖 开始昏迷这些症状 所以他认为说这里面应该有个什么东西 可以降血糖的 可是很可惜 就是他原来是在洛克菲勒大学做研究 可是因为就接着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大家国家的需要 所以很多科学研究实验室都被关门 就专门去做国王的研究 所以他等于是就中途被拦腰斩掉了 同样的在这边有个信号 也是在诺贝尔奖得奖之后 他还写人去抗议说 因素应该是我最早发现的 应该是我的功劳 好 这时候在1921年 这故事越来越近 这个罗马尼亚人叫 Nicola Constantine Palusse 就是什么 他把一样跟前面一样 把液状的胃脏的脆弱 达到糖尿病的口上 使得血糖会浓度的降低 那这边不论文 因为是在二战 就是已经二战 一战在打完了 他是用话文发表的 他不是用德文 所以那时候他比较吃亏 但论文比较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 甚至在我们等一下提到 Bending他们在第一篇文章 也有提到他的发现 可是他甚至都把他论文读错了 所以这个 这个Palusco 后来诺贝尔奖两年后颁发的时候 他还是去抗议 说这我才是第一个发现出来的 那为什么前面这些人都没有被 就是说被诺贝尔欣赏到 这篇文章 Palusco这篇文章有一个 后来历史上公案有一个漏洞 他说他把这个打到狗身上 甚至把他打到人身上 然后得到血糖值是零 可是事实上 Bending他们在论文就有提到说 血糖零的话 那个病人一定会有什么 叫做diabetic coma 会有糖尿病的昏迷 可是他居然文章里面 没有提到这些 所以变成说 其实诺贝尔奖委员会 当时不是没注意到这些 后来在50年解密的时候 就提到说 他的论文好像 可信度有缺点 就因为你打到血糖零的话 人一定会昏倒 他居然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在当时 在1920年代 假如你发现说有糖尿病 尤其是小孩子 太不安的话 那个大概根本就是宣布死刑了 因为没有要救 这两个美国医生 叫Federick Madison Allen 跟这个Ariott Proctor Jocelyn 他们想出一遭方法 好 那我们 只要在食物里面 不给他碳水化物 那就不会造成糖尿病 可是这个缺点就是说什么 你没有糖 没有糖的缺点是什么 他一天规定病人 只能吃400卡的热量 我们平常需要2000到2500卡 等于说他这个疗法 食物疗法 就是让病人慢慢地饿死 延长寿命多活几个月 其实这就一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很流行 生酮饮食 其实就是在做 在模仿这个动作 不要吃任何的碳水化物 其实是错误的 为什么 我们身体是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身体的 内混蜜的结构 你不给他糖混的话 身体就是什么 去从脂肪去抓东西 叫Keto Keto就是酮 去把酮消化掉 拿来做营养的 可是一样 有拿到生酮来 一样可以活下去 但是是可以减肥 快速地减肥 没错 可是缺点是什么 它会造成酮酸中毒 一样也是会大量排掉 跟糖尿病一样 所以最近大概流行什么 生酮饮食 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 而且用生酮 像小孩子因为吃这个东西 吃他的这个所谓 糖尿病的饮食之后 那个小孩子身上会发出一种味道 是什么味道呢 花效的苹果味道 所以病人一走进 人家说这里一定有一个 糖尿病的病人 他身上会发散出那种 臭酸的那种苹果味道出来 好 那这两个就在美国开这个诊所 就是你小孩子送来我这边 你吃我的饮食 那这两个都跟谁呢 跟这个Bending后来都变成朋友 又都在治疗糖尿病 他们是用很消极的方法 就不让你吃糖 你就不会有这些后续的症状 这是他们开给病人吃的 你看一天都有顺料 不能超过几百卡 这个早餐中餐 你看早餐只能生一个蛋 两池半的豆子跟一杯咖啡 然后中间会一块 两片橘子 然后中餐吃好一点 有吃雪鱼 也是两池半 然后这个Brussels spot 这个绿椰菜 然后橄榄 然后一杯Butter 一杯茶 晚餐吃一个蛋 蛋白 Spanish 就菠菜 然后Butter 然后Tea就这样子 你想想看 一个正常人一天只能吃这样子 会抓狂的 那这是他1921年7月 4月27号的 纽约时报为他登的广告 就是他成立这个叫做 Jerese Institute for Diabetes and Metabolic Disorder 就为这些有糖尿病人开的诊所 这是Alan开出来的 然后他马上受到很欢迎 可是他收费蛮贵 也都是有钱人家才能够去的 那你想想 在这个没有insulin之前 小孩子发现开始有这个type 1 1D的这个表现之后 你看到后来就是活得饿死 因为拿不到养分 拿不到糖 拿不到就把身体的fat跟protein 全部消耗掉 然后最后都是死亡 然后这时候开始一个 很好玩的关键人物出现 右边这个叫Charles Evan Hughes 是什么呢 美国的纽约州州长 他在1922年的时候 是在当国务卿 后来国务卿当然去当 最高法院的Chief Justice 这是他女儿叫Elizabeth Hughes 那么他在1922年的4月 他请这个Alan到他家来 帮他女儿诊断 那是4月1922 对不起 对1922年的4月 那个Alan跟他讲 你女儿照我的方法 大概活到10月 再活半年就要走了 你想想看 这个当一个父母亲的 然后一个医生跟你讲 你女儿顶多在半年后走掉 那个多难过 这个女孩子会在 一直出现 这关键人物 我们等一下再会再会来谈 好 这时候第一个 这个八点党连续的 第一个主角出现 叫Federick Graham Banting Banting 他1981年生 在1941年去世 这是他1917年 从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1917毕业 就刚好玉宏第一次大战 1918就被派到 这个英国战场去 然后到战场去之后 他还受伤 还拿了一个 实质勋章 为什么 因为他在战场上 根本不顾自己的生活 生命还救人 想帮我为人家 他是外科 帮人家包扎干什么 然后他1919年初 因为伤口已经愈合了 他就被送回加拿大 他现在多伦多一个军事医院 继续扶完他的意义 然后才在1920年7月1号 的时候 他买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现在还在 叫Banting House 在这个地方 在不是多伦多 是在多伦多西边 叫London的那个镇上 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他是跟他爸爸借钱 买这个房子 然后他从开业 7月1号开业等 都没有病人来 第一个病人到7月29号才上门 所以在7月收入的时候 就只有4块钱而已 你看外科医生只有4块钱 4块钱 这个有什么缺点呢 就开始有压力了 然后他就有经济上压力 所以他就跑到哪里 这个是他的家 Banting House 现在还在 他跑到这个 西北边的这个西安大略大学 Western University当助教 当这个Miller 生理学的助教 他担任外科解剖系的兼任助教 就是Demonstrator 我们那时候不叫Teaching Assistant 叫Demonstrator 就是教授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4万给学生看 一个小时2块钱 就打工就对了 不然他收入实在是太惨了 当一个外科医师 而大家记住 这个4块钱 没有逼死英雄 还逼出一个英雄出来了 然后在1920年的10月30号 就是要变31号的晚上 他读到这个11月号的 这个Surgery 感人Cology跟Obstrix的这个期刊 外科跟妇产科疑生 这个31期第5号 有一个Moses Barron 写的一篇文章 写的这篇文章是什么 这篇文章变成认为是 疑岛树发现一个转列点 所以很有意思 他是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一个校友 他们还把他列为他是 Behind the scenes the heroes 他在疑岛树发现扮演一个角色 他扮演什么角色 他一篇文章叫做 蓝氏小岛与糖尿病人关系 以胆结石为例 他是把病人做大体解剖 就发现说 这个已经死掉这病人 有很严重的胆结石 胆结石就是胆这里面 他还把胆结石拿出来照相 胆结石 但因为胆结石挡住了 使得这个胰上整个就萎缩掉了 可是很不可思议 他的蓝氏小岛细胞还在 那这个病人没有糖尿病 这是他一个病理学上的发现 他解剖发现 那这个事物 他就意味着蓝氏小岛细胞的健康 与我与糖尿病有关 因为过去就认为说 假如胰脏坏掉的话 那应该会得糖尿病 可是这病人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他在文章上写出来 所以念paper的好 就是说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上 知道要怎么形成下一个idea 那这个Bending刚好就 就是很孤独的时候 他就把那篇拿出来一看 突然间有个idea了 他什么idea呢 他当时生活上 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 这是他在一次大战时的军服 他要当兵之前 跟他的女朋友 Eliz Roche有先订婚了 然后就去打仗 还好他没有打死他回来了 可是回来之后因为 事业不是很顺遂 两个人开始就对不上头来了 所以这是他在回忆路上想说 如同往常还照而睡不着的晚上 我想到上课 明天要上课和那篇论文 刚刚讲的论文 我也想到我的苦楚 苦楚就跟他 这个未婚妻开始有争吵 多么希望我能脱离债务 因为他跟他爸爸借钱买房子 那一个月才收入四块钱 所以想要远离忧虑 那这个观点在什么被证明 他妹妹在当年的12月29号 曾经写信 奥远她哥哥说 没关系 也跟你的未婚妻要切了 不要难过 现在这个文献都留在他的library里面的 所以他一睡不着就想到一个念头 若是用实验的方法 这样移管杂杂 杂杂 让部分的移障萎缩 或许可以拿到不含外昏蜜的内昏蜜 我起床写下这个想法 然后花整晚时间在想这个方法 这是他当年留下的手稿记录 我也是现在存放在这个多伦多的这个 Medicine的学院 医学学术院里面的手稿 你看当时是30 给我发现原来是已经清诊 就把它改成31 那这英文是说这样写 可是我特别知名说 他这个红字 Diabetes 他拼错了 乖口 虽然糖里面有 尿里面有糖 他也都拼错了 不过无所谓 反正这是手稿 就表示真的 所以他讲到糖尿病 有幻症状态说 截杂狗的遗管 维持狗活着 到献祭包围 因为Athena cell是昏蜜消化液 所以你要是把遗障拿出来 做研磨的时候 那个胰岛素就没有用了 为什么 因为它跟这个Athena cell 昏蜜的消化液混在一起 就被分解掉了 所以只剩下蓝色小岛 那么嗜子就昏蜜内昏蜜物 以治疗这个糖尿病 这当然的灵机一闪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题目讲到说 歪打正早 这个就是他的歪打正早 他这一篇论文 他想说要是我这样做的话 能够做出来了吗 然后呢 他就找这个Miller 要去找谁 那这个Miller跟他讲说 你要找这个多伦多大学 这个JJR McRod 然后他就在12月8号 你看一个礼拜之后 他就跑到 开个车100多公里 跑去多伦多大学 找这个名 然后McRod 他就说好 那所谓的第一个 First Bad Blood Black Blood在英文讲说 不是坏的写 就是两个书香的丑恶 第一次发现什么呢 他就见面了 然后谈了 回去大家都写一下对方的感想 他说 Benton说他刚开始 刚开始他还蛮容忍 但显然我没有很好的呈现议题 他开始读他桌上的信件 这不吊他了 那McRod写的比较harsh一点 就是说 我发现班廷医师 只有很肤浅的教科书上有关 疑脏萃取物对糖尿病效应的知识 而且缺乏实验室内 所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就缺乏实物的了解 这双方就 台湾话叫聘袖对方 就是你现在很烂很烂 那当时要离开的时候 McRod讲说 我跟你讲 你在做这个 你可能在 花时间在证明一个错误的假说 你好好想想 他就回去了 他回去去找他的 问那个Mirror Mirror是说 这是你在测试一个错误的假说 你觉得你值得把你的诊所关掉 然后就跑去做个 没有钱没有收入的研究 叫他好好想一想 他就在想一想 想一想 他想说 要是我生意能够好起来 我大概就不用去了 可是呢 生意没有好起来 他决定要去 所以他跟那个McRod讲说 我要去做研究 那McRod是大学部 那个 生理系的教授兼系主任 他手上有资源 他有两个学生 跟他做 学士论文 就是这个 Charles Herbert Best 跟另外一个叫 Clock Noble 这两个人 那这两个都想要 做大学部的研究 所以那你们就跟他好了 可是Bending说 我只要一个助手就好了 所以他们就讲 Toring Cores Coring Tores 就是丢筒板 丢到人就跟他 所以Best丢到 他要的正面 所以他就跟他 那Noble就跑去参加夏令营 不过后来Noble在这个 胰岛树开始大进行的时候 他有回来来参加 这等一下我们也再谈到 好 那现在记得 99年前的5月17号 他们两个就在这个 医学院的这个 Medical Building 开始做实验 那时候因为空间不够 甚至还把狗 养在屋顶上面 这只狗很有意思 这一副 眼神这样子 等一下又要被爱刀了 这是Bending Bending长得人高 人高马大的 等一下会有好玩的故事 他人高马大有占优势的地方 好 这是他们第一个实验 狗号码410号 在7月11号的时候 把这个胰胀摘除 他们那时候做实验 一定要两只狗 一只要让它 浸生出糖尿病 所以要先把胰胀摘除 那另外一只呢 是把胰管结杂 然后让那个Athena cell萎缩 然后再把栽出来 萃取 然后再打到这个狗 这只已经被造成糖尿病的狗上 你看 这次是你血糖开始在上升 上升上升 然后一打了这个萃取物 Injection or extra在10点打 开始马上就下降了 下降下降 然后又再上升 就再打 然后这个时候 他们又再打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我们把这部放大来看一看 下一张图 你看 这是打萃取物 血液就下降 然后到那个山的地方呢 他们用胃管 为了0.2公克的葡萄糖 泡在200系的水给狗 就是进食 你看 那血糖就马上就开始上升了 然后他们继续一直打 然后后来就又往下掉了 所以这是人类史上 第一个证明说 胰胀里面有一个东西 的确可以降血糖的 就是用这个410号的狗身上发现的 然后408号的狗也是一样 在8月4号的时候 打了萃取物 血糖就下降 然后又伤身上来 又在4月8月4号9点又再打 然后慢慢又爬上来 然后这时候他们做了 很漂亮的实验 他们在8月6号 打这个萃取物的时候 先把萃取物煮熟 高温煮熟 你看它没有效用 它仍然未维持 表示说 这东西是不能加热 这个很看不到的东西 是不能加热 然后在8月7号隔天 用新鲜的萃取物打下去 血糖马上又往下降 但它时间总共有限 血糖又往上爬起来了 所以这也只说 一步一步的 在缩小它的范围 然后在408号的狗上 一样做 血糖上升打 就下降下降 这时候他们做一个 很漂亮的实验 在2这个地方 他们打出干的萃取物 血糖这样上升 然后到最高点的时候 又打了什么 脾胀的萃取物 一样没有下降 可是到这个地方 8月5号的时候 他们打了新鲜的萃取物 血糖马上下降 然后再不打 又爬上来了 又打 然后再打第5次的 4号跟5号的萃取物 你看马上血糖降下来 所以经过这几次 简单的时间就表示说 的确 胰臟是里面有个很奇怪的东西 可以分解血糖 那么第9号的这个狗 8月9月8号打了下去 萃取物就下降 下降到上升 在10号再打一次 又下降又上升 然后到11号又打下降 然后这时候 他们就做一个很漂亮的实验 他们这次没有用狗的萃取物 用猫的萃取物 猫的胰臟萃取物 你看可以下降 所以等于是说 这个 看不到的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叫胰岛素 其实是在不同种之间 都有相同的效用的 因为它用这个cat的萃取物 然后呢 这是第9号 16号的狗 他们先故意 直接把它注射 在血液里面注射糖水 啪 就一直往上 然后呢 萃取物一打下去 马上下降 然后再次萃取物又打上去 又马上下降下来 所以表示说 的确用这些狗的实验 事实上我们说 现在只能拿出这几个狗来 其实他们 死了非常多的狗 因为刚开始不洗 手术不好 技术不好 到底不是狗的医生 是人的医生 而且他也没做这种 这么细腻的手 所以bending也让狗 很多感染死掉了 好 那么 刚刚讲的第一次 他们两个双方相见就不欢了 然后第二次发生什么事情呢 9月21号 他们开始做完实验 开始一做完实验 麦克劳德 就回苏格兰的家乡去度假 因为夏天的 加拿大那个多伦多 其实是Ontario Ontario已经蛮热的 他回到苏格兰家去度假 就9月21号回来 他发现说这个 他们的数据太漂亮了 不信任他们要求重做 那这班廷就发飙了 然后班廷就刚好跟他 对谈的时间 跟他要求要薪水 因为他做了 5 6 7 8 三个月 四个月都没有薪水 要空间更大的空间 要另外一个助手帮忙 那手术室的地板是破破烂烂的 血水地下都臭得要命 那麦克劳德说 我不给你 我没有这个经费 那他麦克劳 那麦克劳德就说 好吧 那我就要想要跳槽到那个 在美尼索达 有叫Mio Clinic 很出名的医院 或者到洛克菲洛大学去做研究 因为他也知道 他们自己有人在做类似的研究 那麦克劳德说 就英文就说 中文话就立刻靠腰 不要靠腰 我就是多伦多大 我讲的算数 那就不欢而散 那回实验去 Benton就跟那个Best讲说 他讲这英文很粗 说我会证明那狗娘养的小子 他不是多伦多大学 大家注意 这句话他会重复再出现 就是说 I will show that little son of bitch that he is not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他要这个Best记住这句话 然后不晓得为什么 McDawie在隔天就 又心软了 就好吧 你要我都被你做 你要更多的狗 更多的要助手 还要修缮 然后你要薪水我也给你 所以就给Benton150块 那给Best170块 补偿他们暑假的 然后这个 另外一个老师 那个药学系的老师 就出面来介入 就是说 让这个叫Handerson 让Benton到戏场去兼课 教书 至少有薪水可以回来250块 不然他那时候在多伦多 住一个超小超小的房间 窝在里面 类似像学生宿舍 然后继续做他的实验 然后呢 最不可惜 第三次两个人又不爽了 在11月的时候 有个 系上有个书报讨论会 那这个McRoth 就叫这个Benton去报告 结果他在引言的时候 都说这是我们的 Our We 那Benton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帮忙 到底你为什么可以讲 Our We呢 很不爽 可是最好笑是 那个书报讨论完之后 学生都认为说 那个McRoth的实验室 remarkable的 wonderful 非常漂亮 这样 学生都在夸奖 这个教授 没有夸奖真的做实验的 Benton的 所以他不爽了 然后第四次发生什么呢 他们做完 他们不是做很漂亮的实验吗 准备要去发表 隔年的2月要发表论文 那么在当年的12月30号 美国生理学会开会 居然挂在那个program上面的名字 第一作者是McRoth 而不是Benton Benton就佛大了 可是Benton有现场去 Benton就负责给演讲 那在座有两个人 这我刚才提到 这个Kleiner 跟这个Scar都已经做过 类似的实验 所以他们两个就 整个是所谓的 在里面 在观众里面的大咖 就开始攻击 不是攻击他 问了很多很尖锐的问题 可是Benton从来没受过 好的学术训练 他只是个医科 医科学生平常都不会接受 很好的学术训练 就是在学徒制 在学 所以他不晓得怎么去对付 这个很尖锐的问题 因为这些都是PhD教授 然后这个McRoth是教授出生 所以他就怎么样呢 跳出来替他解围 替他解围就是 化解了他的危机 可是在这过程中 他一直讲说 We跟Our 这又换了这个Benton的大气 Benton是一个乡下小孩子 他不是说那个 像McRoth是文化人 是那种高尚的家庭养出来 所以他很直 他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所以他就非常Resent 说你怎么可以抢我的功劳 那时候在座有一个人 叫做George Claes 很有意思 我本来一位是Claus 后来上面说 这个花音叫Claes 他是什么 他是Milisota一家 在Annapolis Indiana 一家很有名的药厂 叫Eli Lili 我们叫李莱 公司的什么 Research Director 研发部的主任 他有在做 他当时就问 会后就问这个Melod 是不是我们 要不要帮你生产 那Melod是说不用 还没有到那个境地 可是这个Eli Lili 是一个很诡异的公司 副职的公司 四十几年了 他们不太强调生意上 他们很重视研究 所以他们从 这个Claes 英国人 他在德国拿了化学博士 然后他们把 你叫公司来做事 然后做研发部的主任的时候 给他一个条件 你不要做什么 发展药品 不要 你的责任就是 跟这些大学教师们交朋友 你一定还在做研究 最好玩 我那时才发现说 原来我在 他利用暑假 都会到那个Massachusetts Woods Hall 那个Biological Marine Laboratory 去做事 因为我也在那边 待过两个暑假 当年这个也曾经在这个街上走过 所以他当时又问他说 你要不要我们帮你伸展 那McRawd说不用 还不急 可他后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 那么在二月这篇文章 第一篇有关 胰岛素可以治疗糖尿病 就是发表了 只有两个作者 Benton跟Best 没有这个McRawd在上面 这完全是他们刚刚我刚刚秀给你看那个狗的那些图片 然后到了这个年底 12月20号 这是Benton自己的卡片上面写的英文翻译叫做 Clinical use 临床使用 12月20号打电话给Joe 就是他的朋友Gilchrist 就是说叫他来给他吃这个萃取物 他们认为这个萃取物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也就是空腹了 结果隔天发现失败 这失败告诉他们什么 这个萃取物一定是蛋白质 碰到胃酸被分解掉 所以他其实是第一个 人类接受胰岛素治疗 可是是失败的 用口服的 可是到了2月的时候 他就真正被接受到这个荷尔蒙的 这个是胰岛素的注射 有成功的就是让他血中 尿中没有糖液的 好 这时候出现第3个 第4个最后一个主角出现 就是James Burden-Kolib 他什么样 他其实是 他三个学位都是从多很多大学 12年学士 13年硕士 16年博士 Biochem的生化的 然后他那时候在西边的 这个Albertasen 这个Universal Alberta当教授 他有教授年修 他拿到美国洛科菲勒的那个奖金 就跑来跟McLaw要跟他做研究 那他们刚开始 就是说做狗蛮成功之后 他们想要开始萃取人的 这个 不是人 萃取就是从牛 去的 遗仗萃取 一直遇到困难 那么他的专长是Biochem 婚礼是他的专长 所以McLaw就说 你不要跟我做 不要在实验室做事件 你去帮他们忙 帮他们做萃取的工作 所以就加入了萃取的工作 所以他整整跟他们合作了 将近半年的时间 就是他最主要是负责萃取 那么那时候用什么呢 实验室不够 就用这个Codnot 这个Laboratory 这是这个多米多大学 一个很重要的校董 Colonel 因为他在19世纪末年帮英国打过仗 有个头衔是上校 Albert Goodhand 他非常有钱 他捐了钱 盖了这种实验室做什么呢 给这个教授在专门生产疫苗的 当时那个什么破伤风的疫苗什么 就是有很大的Space 那么就把Space给他们这一组人说 你们就在这里生产这个 萃取这个胰岛素 这个标点现在当然不见了 已经久了 不过名字还在 那这个到底 这个Colib是学化学出生物化出生 他知道如何萃取 前面为什么萃取都失败呢 是McRoy教他们是用什么 把胰脏拿出来 放在生理食言水 外面放冰块去研磨 然后再来过滤 这里面就很多杂质 现在我们知道那个 南格式小岛不是只有一则胰岛素而已 还有Alpha Beta Beta是所谓昏泌胰岛素 还有Delta还有F-cell 这三有四种 酵化系数在里面 那个酵化的酵素在里面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那个以前用生理食言水 萃取其实不够存 那他就用酒精来萃取 就是他发现 50%会萃取 有一些东西出现 不是 65%不是 到超约90%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他发现 Critical point 严界里的89%的这个酒精 是能够把这个胰岛素萃取出来 然后最好玩的是什么 他很聪明 他为什么要用狗 他假如说胰岛素可以这样 他打到兔子 然后还没有打之前的血糖多少 然后打到血糖就降下来 他就变成另外整接点 不要每次都要用两只狗来做实验 所以后来这个 定这个浓固的单位叫做一个加兔单位 一个加兔单位 就是1cc能够让兔子降十个单位的血糖 下来就叫做一个加兔单位 就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定义出来的 好 这时候第一个人类的病人就出现 这个叫Leonardo Thompson Leonardo Thompson 他是在1902年1月11号的时候 被打了低伸 结果打了低伸什么 非常的痛 因为他不纯 纯度不够 然后造成免疫反应 就表示里面有很多液体的蛋白 不是有身体的蛋白 不是正常的蛋白 所以他皮肤这个注射的地方就反应 我大起 肿包抱起来 所以在未来 在接着12天 这COLIB就不眠不休 一直想办法把它改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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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把它改进 在1月23号把它打进去 就整个完全的成功 血糖降低 尿中没有糖分了 所以这是人类史上 第一个真正被胰岛素治疗 就是这个病人 他在1902年12月2号进去 在5月18号出院 已经变成一个正常的小孩子了 这是他14岁的时候 这是他当年的chart 你看1月11号打下去 没有什么效果还是往上升 然后等到23号再打下去 就下降了 然后再上来一直打一直打 没问题 只要不打又上来了 一打马上就下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文献 这都存在这个多伦多大学的博物馆里面 这原始的文献 再来就发生第五次 这双边又不愉快 这次是COLIB跟Benting又不愉快 是什么呢 可能发生在1902年的1月17号到24号之间 确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这因为根据回忆录的 什么 那个COLIB走进实验说 你知道吗 我找到这个 所以取得方法了 然后Benting说 恭喜你怎么做到 他说我决定不告诉你 然后Benting火大就过去用 因为Benting长得比较高大 比COLIB抓着他的袖子 领口就抓起来 把他丢到椅子上去 他说你要告诉我 然后他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说是McRoy叫我不要告诉你的 所以这双方的嫌弃 又加了一票 可是最好玩是 在Benting后来 因为飞机失事死亡的葬礼上 有个悼念文 Bass不是这样讲 Bass在场 Bass说不是 是Benting过去 一拳就飞过去 就把那个COLIB整个飞倒在地上 还爬不起来 有点运头转向的 故事怎么样 可是COLIB都不解释这个事情 这又变成两方面又不愉快了 再来又一次不愉快的事情是什么 到3月的时候 Benting发现说 因为他们开始在做临床实验了 他已经没办法接触临床实验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多伦多综合医院的医生 他不被允许到里面去为病人打针 所以他病人说 他在回忆上说 贝斯德跟班廷不能参与临床工作 那他说 贝斯德和我成为 麦克劳德的技术人员而已 只能帮他自备胰岛素萃取物 他直接回忆上 在1922年的3月 没有一个晚上是 没有醉得去睡觉的 都一定要酒还不够 到实验室拿那个实验室的95%的酒精 自己泡水喝 要把自己灌睡 不然他睡不着 这个是很不爽 然后再来呢 3月31号 这一个人生的转捏点 这个贝斯德到他租的小房间去看他 里面充满了烟雾 里面抽烟 难过 借酒浇愁 看到半岁的班廷 班廷他讲说 我要退出了 不干了 拉倒了 然后呢 这时候贝斯德问他说 那我要怎么办 那那个班廷说 你的朋友麦克劳德会照顾你 那你知道吗 他说一句话 突然让这个班廷醒过来 他说 你不干了 那我也退出 If you get out I get out 突然这个 这个好像这个 一个大雷打下去 把这个班廷吓到了 班廷说 原来我有责任 不是我不干就好了 那我再回顾这个历史 我想说 班廷有点像那个 蝙蝠侠 你知道吗 那贝斯德好像是他的 他的平台 Robin那个清风侠 Green Heart 在替他打杂的 他突然想 我对他有责任 他突然久就醒了 突然就说 我有斗志起来 他们两个就晚上没睡觉 讨论 那我们要时间 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这时候隔一天 就发生一个 很大的转捩点 他哪里 他跑去找这个 Credence Star 这是一个上校 在英国当兵的时候 他是野战医院的院长 是他的直属长官 这个Bentyn 一直对他很尊敬 好像他的爸爸来尊敬他 他那时候在什么 在这个多伦多 General Hospital 在当外科主任 他问他说 长官 我应该怎么办 我现在已经都被封杀了 被McLaw给封杀了 怎么办 那这个 大道理是当地的医生 已经职业了 他说 我告诉你的方法 他也帮他忙 马上在这个Bloch 这个Street 开家诊所 那当时根据 这个多伦多的规定是说 你假如有诊所 诊所是不能收住院医师 所以住院医师都要送到 General Hospital来 或者送到 儿童医院来 那你医生就有权利来这边看病人了 所以他就用 他知道内线怎么玩 所以就在这个Bloch Street 现在后来被拆掉 盖了一个教堂 然后他又把他的同学 就第一个让他治好的 这个Joseph Gilchrist 请来当他的associate 就是一起看病 因为一个人看不了 这是他们用的病房 突然之间 他不能去医院看病 他可以看病 因为只要病人来他诊所 他就会叫他们住院 然后他就去那边打针了 战场又被他拿回来了 然后那个 这个Crisis Star 到底是在战场上打过功 有他的connection 叫他做什么事情 这就是那个General Hospital 叫他这个事情去找谁 找这个类似我们今天讲 叫退伍会的医疗部 是荣总的院长 看他能不能帮他忙 然后最好玩的是什么 Bendy不是受伤回来吗 有在这个Hospital 在这个Christie Street 这个经医院 呼唤他最后的兵役 所以他跟这个医院人都很熟 那么这个Arnold 这个Arnold是等于是 荣总的院长就说 马上写婚信 那就在这里面成立一个 糖尿病诊所 让他当头头 你看突然之间只差一天而已 几天而已 这情势整个猪羊变色了 然后最好玩的是 这个谜团我一直没有了解 没有办法找不到 突然之间这个Cornard Laboratory 生产的这个胰岛素 桑文之一是给Bentine的私人诊所用 桑文之一是给这个军事医院用 桑文之一才用到这个总医院 还有那个儿童病童医院去 这就是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的这个insulin 突然之间 McRoy突然完全被封杀 不是他被封杀 是McRoy已经没有办法再介入 因为生产的东西都已经不再是 被McRoy控制了 然后这第七是有不爽的事情发生 我刚刚不是讲说 Nobble这个在直通版输了吗 后来有回来参加 那在5月3号的时候 美国医生的学会的年会上面 有边论我们要发表 结果他们是叫谁 叫那个McRoy去发表 发表完之后 这题目是叫做 这个 肾脏腺萃取物对这个糖尿病的影响 由他发表 发表完之后 他在这次这边温暖舞里面 第一次提到insulin这个名词 把他拿来用 然后他也是从而到 也是用We跟Our 然后有Standing Ovation 在希望的社会 假如在演讲或演奏完 对一个人全部站起来 给他站起来鼓掌 那是最大的Ovation 从来没有发生在美国医生学会上面的 那Bending非常不爽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钱去开会 他那时候只有250块钱的月薪 他没有钱去开会 但是他故事就回来 所以他等于说 对这个McRoy又充满了仇恨 就是说光荣都是被我病引拿去 你什么都没做 好 这时候美国的一个病人就出现 叫James Dexter Heavens 他是在这个Rochester 美国的Rochester的地方 他爸爸是国会的议员 又是那个柯达公司的副总裁 所以他有他的私人医生 叫John Williams 然后他就跟John Williams 跟在多伦多的Bending说 你能不能帮我这个病人的忙 所以他就弄了 用火车送了第一针 给到他诊所打针 第一针 非常痛 没有效 五天之后 那个Bending都搭着火车 跑到Rochester来找他 自己带着胰岛素来 建议说先给他打两针 然后再追加三针 就隔天呢 隔天而已 尿里面就没有糖 血糖正常了 所以他就安排 每天都有新萃取的 那个胰岛素用火车 经过这个海关送进来 那海关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新鲜东西送进来 所以他的爸爸是国外医员 就去费赂一下 偶塞一下给海关 所以每天都不必检查 因为只要检查拿出来 就会坏掉 是蛋白质的萃取物 要低温 要冰 所以他等于是这个Dexter 那这个Dexter 本来应该也是命要盖绝的 可是你看 他在1924年 一年多就写信给这个 班廷医生说 班廷医生 这次也拿来机密的照片 我想你或许来 想来看看他在寒冬过的时候 看来很粗狂吧 感恩的James Harbin 他活下来了 他活到什么 活到60岁 还是美国最 在所谓的 美国彩色版画复兴的一部分 他是非常有名的版画家 他也娶太太 也生了两个小孩 活到60岁 所以你看看 本来也是早就应该要挂掉 就因为有一个 胰岛素 他就活下来了 然后最好玩在这个 就在中间发现一个好玩的故事 我刚刚不是讲 189年这个德国教授 心血来潮 把这个胰藏弄掉 我后来就得了糖尿病死掉 他知道这个是血温信 从德国血温信给Bentine 说恭喜你 然后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其实就想要当这个 insulin的爸爸 father of insulin 可是我失败了 我没有你的聪明才智 就 隔几 隔上个礼拜之后 这个 Minnowski上课的时候 从他实验室的外套里面 掏出这一罐 insulin出来 跟同学讲说 讲个故事给他听 我当时最希望 就能够当insulin的father 可是没有关系 Bentine说我是insulin的祖父 Grandfather of insulin 他真的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然后到6月2号3号的时候 他们发现说 他们用他们这种萃取方法 太小scale不够用 一定要开始大量生产 所以这个Best 跟Colibet 就在Bentine的要求之下 到这个Indiana Indiana这一周 Eli的总公司 去跟Clay谈大量生产方法 他们当场告诉他 我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他们当场是 效果不错 所以他们公司就可以开始生产 可是并不是很顺利 因为一直没有抓到窍门 有时候就发现说 那个利价不一样 有时候纯度很高 有时候纯度很差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后来是什么 他们Eli Lilly的化学家 就George Walden 发现说原来 它是一个蛋白质分子 一定要调到pH值 调到什么 调到里外 都刚好是中性 叫做等电点的 Isoelectric point的时候 里面跟外面的分子 就没有互相定义 再互相抓 变成中性 就整个沉淀下来 就这样子 就整个这样沉 所以马上可以大量的生产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转捏点 所以它的贡献 其实也不能被忽略掉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大量生产 先用牛的胰帐 因为美国人牛肉吃很多 所以拿胰帐来做萃取 不过开张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是1923年的工作人员 虽然一裤子很脏 还带一个手套 可是他还带一个Juju 你知道吗 很有意思 那时候工作的 就是像我们今天大领带 可是他带一个Juju 还梳了西装头 开始大量生产 然后可以到 你看工厂 你工在包装 那时候整个kit就这样 可是它不叫insulin 它的商标名叫 Electing Electing就是这样 你没有包含什么 身体实验药粉 还有针筒 什么都包括 所以你买的 只要按照它的instruction 你把它拿出多少 来混入多少身体实验水 就可以打到身体里面去 可以控制你的血糖 好 你看 这因素里有多美妙的东西 你看这是一个小女孩 还没有打之前是这样子 已经快要挂掉了 就剩下肉骨头了 皮包骨了 三个月后可以变成这样 白白胖胖的 为什么 因为糖开始进入细胞 可以燃烧 可以用 可以拿来制造你要的东西的 然后这个有很有名 叫Theodore Rider 1922年7月7号的时候 它只有12.5公斤 到了三个月之后 它变成 隔年20.5公斤 本来是瘦得快要挂掉 变成白白胖胖的 所以你看这是它的照片 它晚年的时候是这样子 它活到73岁 76岁才走掉的 不可思议 你看当成要瘦巴巴的变成这样子 然后它曾经写信给这个班廷 说班廷医师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现在是个胖男的爱 我可以爬树了 玛格丽特 就是她妈妈希望看到你 来自泰迪 泰迪莱德的爱 然后她 Bending回她信说 我会永远记得你对未来生活有兴趣 我会永远对你未来生活有兴趣 请原谅我 让我带点交 因为我会永远记得 在我们开始在胰岛树上 遭遇到艰困时光时 最令我佩服的是 即使你在承受注射胰岛树的重担时 你仍然持续地保持饮食和勇气 我相信你会在未来很成功 其实遇到挫折的时候 也会展成相同的信念 她是在她死掉 1993年死掉的时候 她是被世界上打得最久 胰岛树打了71年 你想这个人本来要挂掉 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出现了 Elizabeth本来她 Alan到他们家去看她的时候 跟她预言 爸爸妈妈预言 她只能再活半年就要走掉了 你看她1992年8月16日 进到医院的时候 只有45磅 四个半月又变105磅 长了60磅 长了30公斤 不可思议 我刚刚忘记 那个地图上面 刚刚那个时候 在多伦多开诊所 有一个76号的Gross Noble 那个place 那个意思是 她这个 因为她是国务卿的女儿 她没有不必住医院 她住在一家私人的朋友的家里面 她每天让她来看病 好 那么中间 在治病的爸爸跟妈妈必须用国宾的身份到巴西去参加一个国宴 所以她妈妈必须暂时离开她 两个礼拜 然后回来之后 她有自己私人的父事在照顾她 叫是那个Alan训练出来 就是用那个D卡时候训练出来 然后回来她妈妈看到她女儿这样 一下长了十几公斤就吓到了 问她说你的感想如何 她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真的是难以原意的美好 本来已经快要死掉了 然后她跟她妈妈 她中间写了很多信给她妈妈 她说班廷医生今天让我吃巧克力 然后那个护士阿姨都吓死了 怎么可以吃巧克力 吃了巧克力会没命 然后她有一天说 我今天吃到第一片吐司面包 那个阿姨说不行你不能吃 她说可是班廷医生说可以吃 然后班廷医生会在下班之后 开着车带她去兜风看电影 所以她会讲说那是一个 经验是一个 unspeakably wonderful 其实这个女孩子很厉害 因为她到底是那种 上流家里养出来的 应退进退 其实在打这个 那个胰岛说是蛮痛苦 因为她不是纯度很高 所以伤口都会肿 那个都会过敏肿起来很不舒服的 可是她都可以把它忍过去 都永远是一个用笑脸来对抗 然后再来又一次 发生两个不愉快的事情 这发生在9月6号的时候 多伦多的新报 报转述之后 英国的泰晤士报上 这个Belis这个劫事 在报纸上报言说 McLawd 没有得到她应该有的光荣 报纸都只是讲说 都是Benton的工 他认为Benton只不过是为合作者而已 collaborator 而不是原始起跳 原始起发这个idea的人 然后在Belis看到就不爽 就拿着报纸去见那个McLawd说 你为什么这本身一定是你讲出去的 那McLawd说 换句台湾话就说 如果不错就比较厉害 就说Benton will have to get used to it 然后在隔天 那个Benton回来了 就带着一个记者 这个新报的记者 要去澄清这个事情 McLawd不愿意做任何解释 他说跟我没关系 其实应该故事都是他传出去的 所以就更不爽了 那这篇又是一篇 已经存在这个 博物馆里面有一张照片 跟这个Benton当时手写的 他说这个女孩叫Alice Alice这个Nitham 1922年10月 他进入病童医院 糖尿病昏迷了 然后他是第一位小孩 从昏迷中护眼 因为使用了胃岛素 12月的时候 10月的时候 他已经进入昏迷中 在1月的时候 他也可以回到学校去了 就每天打胃岛素 就把这小女孩一个救回来 然后另外这个也有名的 叫JL 你看12月15号的时候 是只有15磅 三个月后是29磅 身体长高了一倍 那么这个在 1923年的1月的时候 这个多伦多大学意识到说 他们会要申请专利不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Eli 就表示说 他们希望能够有专利保护他们 所以他们表示 然后另外一个 他们不是发表第一篇论文在5月的时候吗 美国加州 Santababa一家公司 按照方法也已经萃取出来 也可以用在病人身上了 可是100年前的生意人不太一样 就现在台湾 现在假如是发生了 马上就去注册去申请专利 这家公司在Santababa公司 还通知多伦多大学就说 你们要是不申请专利 我们要申请 因为我们也是把婚礼出来了 所以为了要保护这个智慧财 所以他们说要 多伦多要申请 那Bending就反对了 Bending说 Bending说我作为医生 我一个誓言 我是要不是要赚钱 我是要照顾人家 我怎么可以申请专利呢 后来这个校董就出来 握旋一下就这样好了 你把专利卖给学校 那就专利变成学校 所以也跟你们 没有违反你的医生的誓言 所以Bending就说好 那一块钱 那这个申请专利 很奇怪 这个McRoy没有在上面 是Best跟Colib 跟Bending三个人联合申请 然后把这个权利转移 给这个多伦多大学 所以在当年的10月9号 就美国专利局给这个专利了 所以就可以生产 所以多伦多大学 从这个专利拿到很多钱 大概继续之前做研究 那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在1923年的6月的时候 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时候已经就是出名了 大家都知道说 尤其是那个Elizabeth被他治疗好 就是已经上了所有美国的报纸 有一天6月的时候 有一天一个下午 一个人说 他是来自纽约华尔街 一家很大的控股公司 来找Bending 坐下来第二次就把皮包打开 一根信封里面拿出一张什么 一张100万美金的支票 要给Bending 所以你把专利卖给我 我这100万就是你的 你知道Bending那时候 一个月才赚250块加币 他给他100万 然后再来我们又在北美 各大城市成立糖尿病中心 那有你当这个整个总组织人 你要看病还可以 但是我们说by appointment 就是有预约才可以 而且是高官闲要的 才可以来给你看 Bending就把轰出去 Bending说你这样做 那那些没钱要怎么办 他说没钱他们在想办法 我们只要有钱就好了 所以这个Bending 在某一些城市 它是一个蛮有人格的 好 然后再来呢 前面八九次 大家搞得不意外 突然有Bending有地式回击 是10月26号的时候 这个诺贝尔基金会 送一个电报 当年没有用电话 送一个电报给他 说恭喜你跟麦克洛德 拿到诺贝尔奖 你知道吗 他马上记者来访问他说 我拒绝去领奖 为什么不是Best的领奖 因为Best才是跟我最重要的发现 怎么没有 他不一样 所以这个笑董 这个Graham吓死了 赶快请他到办公室 他讲说 你要先想到我们的国家 第一位加拿大人获奖 就拒绝领奖 人家会如何想 所以他就backtrack了一点 就退后一点 好吧 那我就想 他马上去打一个电报 打电报给谁呢 打给这个 Aless Jocelyn 就不是有花名 这个低卡疗法的 他知道他在哈佛 那一天Best在哈佛 给学生演讲 他说 所以在那个 他拿到这个电报之后 当场就在课堂上就站起来 就念 他就讲说 请在任何场合或参会 狼独下列 就是这个电文 我会与贝斯德共享发现 他每入讲很感伤 就是hurt that is not acknowledged by Nobel trustees 会与他分享这个荣耀 这对那个麦克洛德 是一个很重要的打击 突然之间 啪 就这样过来 就说 你根本不值得 我根本 我认为 这个bending所认为不值得 bending那时候已经 在6月7月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多教授认为说 已经是 something big is happening 就是很大事情在发生 这个人不能再当这个 就是领个250块钱收 然后开个小诊所的人 因为想办法给他 可是学校通常是比较保守 想要说 这个不用 这反正只是刚开始而已 不用 等到这个10月这个电文一到 突然间就变成英雄了 好 这bending就变成英雄了 然后这个 怎么会往回走呢 对不起 好 那你看看 这边 这是最新的网页是这样讲 可是当时的证书是这样 很漂亮的 用那个瑞典文学的 事实上还是bending先 然后在迈克洛德后面 那 再来就变成什么 因为他拿诺贝尔奖了 所以多伦大学就给他一个 盖了一个研究所 叫bending institute bending研究所 然后23年 就年底的时候 这个加拿大国会 就给他什么呢 年薪7500元 7500元没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可是我查一下 1923年的加拿大人 GDP 年平均所得才830元 等于是平均人的9倍 就像我们台湾现在是 年所得平均70万 那假如是高永泉教授 是9倍是630万 他一定很爽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变成 蔡律库刚开始不要忘记 还没两次元只有250块 突然他在年薪 一个月年薪变600多块 不得了 那等于是平均人的9倍的薪水 然后整个什么 因为他是活着 Best也活着 结果Karlib也是 这三个人全部是多伦多大学匹 Karlib很有意思 他就净娇 他都不介入这个混争 因为他只待半年就走了 就拿到奖之后变成什么 Benton跟Best 一天到晚在讲 那个McRoy 侵占他们的 占要他们的光荣 什么 所以他变得很舒适 然后他们三个 都是homegrown的hero 都是家里 自己家制造出来的英雄 所以他们就听他了 不听那个McRoy 那你看 在1924年的时候 加拿大最值钱的单身案 就是他还没有结婚 就跟他一个医生朋友的女儿 叫做Marion Robertson结婚了 在这个之前 他们开始daging之后 他原来那个魏文基有听到 就叫第三者释放消息说 Can we back again 他等于说No way了 他就跟他结婚 可是8年后他们就离婚 因为这个Marion是一个医生的女儿 非常的活药 那她是乡下来的小孩子 比较不会是活药 所以他们性格上不符合了 所以8年后就离婚 可是在1934年 他受英国国王George武士 就撤婚为爵士 所以他后来的title叫Sir 然后在37年跟他这个实验 他们学校一个实验室的助理 叫做Henriata结婚了 你看这个就变成一个title 夫人叫Lady Benton 这是他后来的个人的生活 然后1928年的时候 这个McLaw决定要回去了 为什么 这五年来他其实过很痛苦 因为大家都会认为他是过街 讲我们加拿大人的光荣 而且你是英国人 根本不是加拿大人 所以多人的大学 根本不把握在眼里面 他等于是被晾在那边 然后他就准备要回那个 苏格兰他的毕丽大学 阿伯丁大学 当那个讲座教授的Ridges 讲座教授要回去了 然后他又办一个 学校帮他办一个餐会 那就请那个Bendin去参加 Bendin给他一个parting shot 叫做最后一集是什么 他跟校长讲 我不去 但是你要给你一张椅子 空会椅子空出来 还要挂上我的名字 那是最大的误入 然后当时谁在座呢 Best的在座 Best才想到突然想到说 七年前 他讲这一话真是讲得很漂亮 我也致命那狗娘养的小子 他不是多人多大学 他想 哇 我的老板才是多人多大学 终于这个是 这叫做Nerds of revenge 这书在日子的回集 就给他这样 然后要离开的那一天 有人在火车站 要送这个McRoy离开 McRoy做一个动作 就是什么 他把左脚跟右脚这样搓搓 这样在插他的鞋子 那朋友说 你要干嘛 这也很脏吗 他说对 我不要把多人多任何脏的东西 带回苏格兰去 不过很不幸 他回去之后就身为 那个 关节痛 所苦 后来 1935年就死掉了 那这里面有个很重要人物 就是 1922年的11月 20号到23号 这个诺贝尔蒋德 1922的诺贝尔蒋德 是瑞典人 是丹麦人 他是因为发现 回血管的那个 作用的机制 他到 那个耶鲁大学 硬要去演讲 他一路上都听到医生来讲之后 医导师多美妙 所以他专程到多人都来拜访他们 那你知道那时候系主位 跟那个 教授是谁 是McRoy 那时候Bendin是Nobody 2022年是Nobody 所以他当他的house guest 当了一年 当了一个晚上的house guest 所以他知道整个来源的故事 所以他那个隔年的提名 是由他的 所以一宣布的时候 Bendin的最低个反应是什么 The old foggy call could go to hell 那老黄天可以下地 因为他没有提名 Best 他只提名McRoy跟他而已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然后在1941年的 2月20号的时候 YMAS已经二战开始了 那他回到他的老板 他就参加军中帮忙做一个研究 弄什么 他有个学生 他研究上Wilber Frank 发展出人类第一套的抗重力的意义 因为那时候战斗机很快 你只要突然俯冲的话 血会从脑部往肢体部分走 然后晕倒 他学生就是他这个Wilber Frank 发展出抗重力的意义 然后他要到英国去做一些测试 可是很不幸 在飞机从这个Montriot 飞往这个要越大线 在这个纽芬蘭的这个Mars Graves Harbour附近 先飞机一个引擎失速 然后再往下掉的时候 本来因为可以 还有一个引擎可以找路的时候 另外引擎又没力了 然后就刮到树上 就会一直撞到地上来了 他当场没死 飞行人当场死 他隔天就死掉了 最好他死的前一天 他还在猛局又见到Colib 那时候他在 那个McGill大学当教授 还跟他聊聊天 他们当年他推了他一拳 可是他们后来变成要好的朋友 然后这是3月4号的军事 用军事的上女来 悼念他还把他遗体放在 加拿大的国会里面 让大家沾仰 所以这个对加拿大人 这很大的伤 才50岁的一个 第一个人都被奖得主 这么年轻就死掉了 然后这个Best呢 这是他当年的女朋友 后来变成夫妻 他们还结了婚50年了 他1912年的时候 在做实验做助手 英国这个教授 这个类似我们的 National Institute Medical Research 类似我们的国会院的研究人来看 很欣赏他 所以他们拿诺贝奖之后 他现 就是说在 两边在攻来攻去 他跟他讲说 你不要剪入这个混争 你到我实验室来 所以他就到他实验室去做 类似像Postar 然后1929年呢 1928年年底 不是McGill离开吗 那学校有一个缺要出来 竟然让一个29岁的小伙子 当了讲座教授 来接那个McGill的位置 然后还为他成立一个Best Institute 不过这个人后来蛮客气 就是后来在1947年被访问 他说 为什么前面那些做 胰岛素人都失败 因为那时候抽了个血 要15cc 那一只狗有多少 让你血这样连续抽 可是他们那时候有个叫做 Meyers跟Berry的话 只要2cc 所以他们给人 都很成功地做这些试试 那我讲这些故事 主要是因为32年前 我无意中看到这个Michael Blitz 这是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花了6年的工夫写出这本书出来 所以我大部分的资料来 但后来因为他1982年出书之后 就再也没有做update 他后来到了九几年也走掉了 这主要是他故事 他写的最完备 然后他在过程中 他写的说其实McRoy并不是完全没有贡献 所以他让学校了解 这McRoy也是有贡献 所以在1990年 他们盖一个新的auditorium 就是演艺厅的时候 就用他命叫JJRMcRoy Auditorium 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 他以技术系的教授的身份 跟BEST的最后一个研究生 联合提名 让他进入加拿大的医学名人堂里面进去 等于说至少接入很多大学 没有全部把他忘记了 那么这个婚礼的这个Carlyb 他倒是很厉害 他完全没有介入这个纷争 他静静教他做大事 很重要 他回Alobata 30年 被McRoy去当教授 然后到40年又到Western Ontario大学 当医学院的院长 但他很厉害 他1995年就分离出这个护甲状腺素 很厉害 不过当然那个时候 不会因为这样拿诺贝尔奖 然后他后来在什么 在有关我们人类企业中 钙离子的调节 软潮荷尔蒙 性腺激素跟腎上腺激素的分泌 都有很大的贡献 所以很有意思 这诺贝尔奖 拿到诺贝尔奖的两个人 后来都在学术上没什么贡献 没有拿到诺贝尔奖的 这个Best 我刚刚忘记 Best还分离出什么 抗凝血素 Heparin 很重要 你现在假如有任何人中风 送到医院去 医生第一个打就打 抗凝血素 才不会形成血栓 然后这个Collib在1960年 还拿到这个Benton Award 这Benton死掉之后 这个美国的糖尿病者协会 设立一个Benton Award Benton奖章来纪念 来保养这些对糖尿病贡献 研究有贡献 所以他1920年 1960年拿到这个奖 好 很有意思 1921年 他们首次把它分离出 有一个东西是在仪仗里面 可是没有人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要30年之后 英国这个学者叫Sanger Fedrich Sanger 才把这个B倩 分离定序定出来 氨基酸是30个氨基酸 然后隔年再把A倩定出来 是20 所以是51个氨基酸的小分子 要到30年之后才能知道 这个看不到的东西 原来就是这个蛋白质的东西 但是因为知道这个定序之后 对后来帮助很大是什么 开始有这个80年代开始有这个 基因重组之后 recompensate DNA之后 有什么事情 就可以把这个细菌里面这个质体 用那个限制品把它切开 把这个负责制造人体 因素人的这个DNA把它插进去 然后经过发酵 让它大量产生 然后再存化它 变成跟人一模一样的 胰岛素 就不会像用牛或猪油 那种插几个 四个氨基酸插 也会造成过敏的反应 你看这一堆 这张照片有名 1905年要一万磅的猪的胰脏 才能够确取出一磅的胰岛素 到现在完全不必用动物了 完全用细菌就可以帮你伸展出 你所需要的胰岛素 那目前呢 我们现在胰岛素用打的 主要是打的 可是事实上 目前很多方法在做 是不是能经过口腔 假如说把胰岛素放到 用口服的是一直不行 因为它这个蛋白质 在胃酸被分解掉 现在有说什么 治糖尿病的药 那其实都不是 那是永良方法 一个是叫你这type 2的人 还有胰岛素生产多一点 另外一个是 让你的细胞对胰岛素敏感一点 所以让你糖还是可以进去 可是真正还没有口腔的胰岛素 但是有很多要试着 从口鼻腔 胃腔 皮下 或者精皮的方法来deliver 现在在市面 事实上一共有86个专利 可是都大部分都在 Phase 2跟第二期跟第三期的 还没有真正的成功 所以这个路还是蛮有一段的 然后很有意思 最后一个twist就是说什么呢 1972年不是50年了吗 可以解密了吗 解密了之后 当时的这个 1972年的这个 诺贝尔提名文会的主席 叫做Rolf Loft 他说 其实他们那时候最大的错误 没有提名Best 是当时给这两人是错误的 可是从历史上看 没有人提名Best 所以Best没办法进去 那么在当年的这个 胰岛素的研讨会上 他说McLawd只不过是一个manager而已 他根本对任何没有什么贡献 那这等于说 替那时候Best还活着 替Best做了一个翻案 然后到81年的时候 Best已经走掉 Best 76年走掉 3月10号 他在美国国务院演讲的时候 他说 诺贝尔讲这个有关insulin 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 那一年最糟糕的决定 他认为 为什么 因为他们那时候 他看了历史文献 他没有找到任何 McLawd有参加任何实验的 任何一支data是他产生的 然后呢 他们当时委员会有觉得 这里面有怪怪 还特别派了一个秘书 搭船过大西洋到多奴大学 去要来澄清这个事情 那当时接待他 就是生理系的系之后 麦克洛德 从头到尾就是他从头 他故事都全部都讲了 所以他认为 这个麦克洛德是 求援兼裁判 很不词 所以他认为 他说假如是我今年 现在是我给的话 奖项是有Bentine 跟Best 婚礼办 然后这个 罗美尼亚这个 Polascu 应该也有婚礼办 因为他其实1921年报告里面 就有明确的表示出来 当然他报告是有漏洞 那这个 他的这个演讲内容还被 登在这个sign上面 所以白子写黑字 那当年这个在 这个 General Hospital 人家不愿意被 麦克洛德封杀出去的 多伦多大学 现在在这个 多伦多的总医院里面 有一个叫做 Bentine and Bess Diabetes Center 糖尿病中心 在这边有一个叫做 Bentine and Bess Department Medical Research 医学研究系 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想 当年这个 落魄到被封杀的时候 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局面 不过 Bentine很厉害 他知道 insulin并不是Q 因为它只是治标 不治本 他一直强调说 以后面的人 还一定要再继续 要怎么办法 才能够真正根治 糖尿病 所以在1989年 这个6月21号 这个现在英国女王的妈妈 叫Queen Mother 去拜访这个Bentine House的时候 当地人就建立一个的 Flame of Hope 希望之火 火到现在还是点的 24小时点的 这边是他后面的一个铜像 这个火在什么时候 才可以被灭掉呢 有人 一个团队 能够把糖尿病 真正根除的时候 自由这种人 竟然把这个火灭掉 所以这是留下的一个 所谓的legacy 那我在念这本书 在回顾这个 整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最后一段话 这个Michael Blitchett 非常漂亮 他说 他们的真功 主要想在轻死流明 那对大多数的 你我而言 是遥不可及的 当然这不该是 被轻忽的动机 但多伦多的这几位 就是那四位 误估了他们的状况 和深厚的观点 他们当时不会了解到 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们 终究是会遵从他们 最重要的是 我们都会荣耀他们的贡献 我觉得他这段 简文就是说 一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好 那我在这找 找这些历史的人 无意中外 十年前 居然有一本书 题目叫做 Break Through 突破 是用什么 用Elizabeth 又回到这个女孩子身上 他当年跟他妈妈 信件往来的信 又写了一本书出来 然后我才发现说 有一张照片不可思议 他爸爸在船上 又是国务卿 在船上 可以用当时 刚开发出来 无线电话 把电话打回来 美国然后再relate到 多伦多 他女儿的 住在那公寓里面 去跟他女儿聊天 也可以跟Bendy 我女儿现在进展怎么样 所以还是乐有贤护凶 很重要的 不过这过瘾 就是说 你念这本书里面 读很多他写的信 其他给他妈妈的信 他充满了小女孩 对生命那种热爱 然后本来要死掉了 他因为有让他重新 对生命产生了 这个要佛下的念头 他说 我今天跟那个 一个很俊男 带我去逛街 Bending带 下班带他 因为小女儿 他把他当成他小妹妹看待 带了他十几岁的小妹妹看待 带他去逛街看电影 还可以吃巧克力 所以这本书 不过瘾 我还要去把它买来了 然后更不可思议 是在差不多上个礼拜前 无意中发现说 在网络上有在 集资 云端木资什么 2018年起 一群英国的糖尿病患者 要用这个 那个小女孩写的信件作为敌 还有那本书为敌 要拍个影片 影片叫什么呢 Unspeakably wonderful 就在讲那句话 他要告这 eliver the story 还有呢 他的story 这四个男孩 批评和恨一样 但是 所以我很期待说 2022年就是 胰岛术200年 真是用在人上 我很期待说 到时候我们可以组一团 到多人都多大学 去走遍他们当时 做实验的地方 因为library也在 然后原始的文件都在 我希望到时候 我们的主义团去参观 我一直很想 哇 这个太过瘾的事情了 然后最后呢 一个 这是去年的11月的 台湾的新国病 糖尿病 逼迫230万人 这都是Type 2的 Type 1很少 都是Type 2 大家吃太好 不运动 身体面滴了太多血糖 让你的胰岛素 昏迷不够用 所以这是我们 听完这个故事后 大家应该注意 就是我们自己的国民 应该要保健 很多人是不care 不care是什么 你会有肾脏要洗肾 会坏掉 你眼睛会坏掉 因为你的器官 都浸在糖水里面 你的末肢 末梢坏掉 会要节肢 所以这是我们 听完这个故事后 我想大家 听众们 观众们 要注意到说 所以你看 每次个人就有糖尿病 你的身边 一定都有朋友是糖尿病 那我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谢谢 今天严老师的演讲 因为讲这个八点档连续剧 这个肥皂剧 牵涉到诺贝尔奖 所以大家都就是 把它当这种八卦故事 听起来其实是蛮过瘾的 一些学术界的八卦故事 那best 就是 等于说严老师最后的 结论是说 也许当下 这个你受到不公平待遇 可是历史还是还他公道 等于是有这个意味 那这样子的状况 当然 不是唯一的 因为我昨天才 因为为了要写一篇专栏文章 这个回顾DNA的历史 那你知道DNA双螺旋的发现 里头也是有一个 类似的一个女性 对 Rosaline Franklin OK 这个 这个 弗兰克林女士呢 也是 她的贡献 现在事后回来看 大家都同意说 她值得 分享诺贝尔奖 OK 那到底怎么分 因为那里头 有一个四个人的 问题 就超过三个 那可能是 这个 华申克里克 例如说 他们拿 生意奖 然后 Wilkins跟 范克林拿 画学奖 那当然因为她 过世的很早 这个 这个女士 Franklin过世的很早 三十七八岁就过世了 所以大概 这个也 也已经 已经 这个 这来不及了啦 那的确 因为她真的是 对于 这个 X色线 绕色的技术 她的确是 是有她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特殊的本事 能够拍出 很好的照片 所以 这就是一个 一个例子 那我相信 像这样的情形 其实也恐怕要在 诺贝尔 这个百年 多的历史 去找 应该还有这样的 这个 这个情况 太多了 并不是只有 不过因为 学术的这个 所谓我们讲说 还公道 它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就讲 就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要把 这个科学的发展过程 把它弄清楚 我想这个是 是有意义的 事情 那为了错误的理由 拿奖 例如说 这个McCloud 他也许不应该拿 或者说是 为了错误的理由 拿 那这个也有例子 这个在我们 这个物理界 最有名的就是 费米 费米拿奖 大概没有人 反对 或者因为他是大师 他其实贡献 非常的多 他很多的发现 都值得拿奖 可是他拿奖的理由 他在1939年 拿奖 可是那拿奖的理由 不是最好的理由 所以后来费米 也对他拿奖 不加 多加琢磨 因为那个 颁给他的奖 是以为说 他找到了 什么叫超油元素 可事实上 他并没有找到 这个超油元素 严格讲 他恐怕 还算是说 找到这个 有核分裂的迹象 可他自己一无所知 所以他只能说 为了一个 所谓错误的理由 拿奖 那这样的例子 也有 所以这McCloud 多少也是类似 有这样的情形 那这其实是很有趣的 就是说 科学史上 有很多这样的公案 我想因为你用 八点档连续剧来描述 这个 对当时来讲 这个当然都是巨王 都是过去的事了 可是这是对 后世的 的一种 一种怎么讲 这种 我们学到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 还是很重要的 蛮好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 首先来看 郑和朋友的问题 他说有心脏移植手术 也有肾脏移植手术 可是为什么没有 胰脏移植手术 这里面应该是牵涉到什么呢 手术的 经角度的问题 第一个 他非常的小 胰脏非常的小 他躲在那个 脾胀的下面 然后胆囊的下面 非常难操作 然后他的血管 又非常的小 要做到这个 能够 做这个移植 不容易 比如说 移障癌 大家就是束手无策 因为第一个 他躲在那边 你根本看不到他 等到病化的时候 就没了 就像那个 就有名Apple的 Founder Steve Jobs 也是使移障癌 这移障是一个 必要的东西 可是又是非常难处理 那 这个郑和你问到 这个问题就不要 我希望能够激励 下一代的年轻人 另一科不是为了要赚钱 另一科是为了要做事情 像比如我就很佩服Bending 他会想说 第一次 男嘉拿一百万美金 他说 他说 这样不行 这样对美金人要怎么办 他们就该死 他不要那一百万 他那时候才赚250块钱 你比如想说 一百年前的医生的 受到的训练 跟不一样 然后他离止 学校申请专益的时候 他还拒绝 他说不应该拿 现在医生马上讲说 我钱 他要给我多少钱 他居然是不要 他才赚250块 所以这个我们要 我们现在时代进步 可是好像 对钱也更重视了 其实应该要回归自然 就是说 你进入这个行业 就想要能够做一些事情 对自己有个交代 所以我跟这位郑和 这位观众提到 你问得很好 尤其你就是下一个 能够把处于这样移植的人 这是我给你的鼓励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 林奇红朋友 同学 林同学 他说 严老师你好 那么你讲到一位医生 把疑管结渣之后 等待细胞死亡 然后再从里面拿出 蓝氏小岛的分泌物 但是如果结渣了之后 疑管结渣了之后 一旦白酶堵在疑管会被激活 然后会开始腐蚀胰脏 跟其他器官造成 这个急性胰脏炎 及急性腹腔炎 所以这林同学还 真的是有 非常的有概念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蓝氏小岛也会被破坏 那么 因此 这个实验动物容易死亡 那么请问 你怎么样提取这分泌物 好 这个林同学问了问好 这个Bending跟Best 开始在做实验的时候 他们就身为这个所苦 死了好多狗 死到狗不够用 还到街上去给人家买狗 然后买狗 还偷偷地 然后回去实验室 还把狗号码 是写的大学给了号码 不然会出事啊 因为狗就 我大学就跟你20只狗 你怎么会四只狗 现在是更严的 现在动物使用法规 当时没有法规 可是他们 真的是像你讲的 堵住了 然后那时候开刀的技术又不好 虽然Bending是外科医师 可是他从来没有开过狗 所以狗消毒也不好 很多都是因为感染而死亡 所以狗死了很多 那你刚刚讲问题 它其实不会有这问题 你假如街杂 为什么 它这个线胞细胞 Ossina cell是外昏蜜 它一定要把东西 放到血管去 它才能够出来 所以你把血管 把它扎住的话 它没有 第一个 它没有办法昏蜜出来 第二个 它没有血管来喂它 它会死掉 它不是内昏蜜 它是外昏蜜 它一定要跟血管 才能够活下去 所以为什么它能够成功 当然我们现在讲起来 都是这样 看到刚刚那个data 都很漂亮 第几条地 可是死掉的狗 没有放上去 比它更多 那这个要在它原始 存档的 这个在多么多大学的博物馆里面 有人都因为 有得到许可人就可以进去 欢迎它原始的档案都在 哪一只狗是怎么样死亡 是肤膜炎死掉 肤膜炎死掉太多了 就是刚开始还没摸到这个 手术的窍门的时候 那我自己做过动物实验也是 我也曾经在做内昏蜜的实验的时候 也是把那个鱼跟鱼啦 做去世 把软槽或经槽拿掉 当时没抓到窍门的时候 血管没有结扎好 开完刀 大概不到几小时就死掉 等到一个多月之后 嫁经就所 根本就一嫁就到血管那一 直血人一夹就没事了 所以这个都是经验 但是你刚刚提到的事情 都发生过在Bendix跟Bets的身上 所以这医学的进步 真的都是 这个惨重牺牲 所换来的 不过因为林同学问这个问题 就让我想起 我本来这个也没有想到要问说 为什么是狗 好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189人呢 这个德国很幸运的狗 大家觉得狗很好用 这狗是到处可以取得到 高级可以拿得到狗 你知道这野狗也可以抓来用 没有什么 那时候没有什么动物使用规范 狗融与取得狗 大有人大胆在还生 当然现在是不必要的 因为我们已经 野狗的太多了 所以 那你知道为什么 后来是那个Colive不是第一只用兔子去做assay吗 我想说 这Colive还是很厉害 因为兔子小便宜到处都买得到 那做assay就不会一次要用两只狗来做实验 所以团队很重要 有人会想到好的方法 我以为说你会讲说 因为狗它有足够的 这个所谓叫size 因为这个可能还是跟你要求这个 对不对 你这个分泌这个量 我的意思是说 你就不会想到用老鼠 也许是体量小 是不是这样 会不会 现在做 还是有人在做 做这个胰岛素 都用老鼠在做了 也可以 也可以 因为你体型小还是量小 但是它就是那么小的剂量 就能够产生作用 就够了 对 所以这没有办法的 这就是 一个时代 这就是说 狗牺牲了 这个大家应该要记住 好 我们接下来 这个ethner黄朋友 他问说 打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 是治标不治本 那么到底有没有治本的办法呢 有没有相关的研究 我相信 你只要看那个 叫做 我去查一下 就是糖尿病的期刊的研究 有 都一直有报告在发表 可是问题就是说 第一型的是 突然发生 那我刚刚讲 其实第一型不算是基因影响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可以四岁花 也可以十几岁花 那现在有一个理论是说 他是被 绿固性病毒感染 然后不晓得怎么样 就会启动这个免疫机制 Tcell就来攻击 自己免疫 然后让他突然丧失 所以胰岛素没办法制造 没有办法制造 就比较辛苦 就一直要靠 像刚刚里面那几个病人 都要一辈子打 把胰岛素参加 我会想 那治本 像第一型 那叫治本根本是不可能 是因为 除了你能够 就像刚刚第一问题 你用过移植的进去 胰岛素 那让他自己能够发 产生 那个是最好的 这才是治本 那另外一个 第二型的 是昏迷量不够 还有呢 他对那个 胰岛素开始产生抗拒性 就是说不敏感 那那个本还是 其实这个人是正常 就像糖尿病人 病人其实都正常 只是因为你摄氏量过多 使得这敏感度降低 然后量不够 比如说一个 胰岛素分子 他只能够handle 100个糖分子 让他进去这个细胞 你现在给我1000个糖分子 我根本负债不了 所以我现在吃药的话 是什么你知道吗 吃药是 逼得你的 你的胰脏 去制造更多的胰岛素 那不是好事 因为你的胰岛素 我就这么量 100个 你就不然120 你会不会把它抄到过头 这有人就认为说 吹这个胰岛素 不是好的方法 你根本胰岛素 寿命提早 胰岛线提早把它干掉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说 降低那个 提高对那个 胰岛素的敏感度 这是好的方法 让他比较不会那么 不sensitive 比较对 只要有糖酱 我的胰岛素 马上就可以做 全部那个通道 都会打开 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那说制本 其实到目前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那个 伊莎白女 现在那个女王的妈妈 Queen Mother 会弄那个希望之火 就希望有人能够出来 想办法 真的把它制本 所以才有那个希望之火 燃烧的 今天还要燃烧 希望有人能够 终于有一天 能够去把它火灭掉 所以还是要什么 另外一个下一个 世代的人出来 这个糖尿病并没有解决 可是我刚刚最后讲 糖尿病有一半 有90%是吃出来的 你去非洲 绝对没有那个糖尿病 吃都不够了 没法打冰 吃都不够不会产生 台湾的60年前 你要听到有人糖尿病很难嘛 我们的这个年纪长大 什么糖尿病 到后来这只爱有 吃得太好吃得太多 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讲到这个 Queen Mother的这个期盼 我相信你演讲最后 你提到说100年 2022年 你希望组团去走一趟 你这个是显然是很有 这个历史感 或者你有这怎么讲 你有这一个 对我们就走一趟 就是我相信你应该 这个可以 这个心愿可以达成了 应该 因为还好不是今年 他们今天全部shut down 对对对 今年是不可能 我有个亲戚在Toronto 在念博士 我本来叫他去帮我找一些资料 去博物馆 他全部关门 都不能去 然后我本来叫他去 Bending House也不行 这个公共厂 现在加拿大到现在 都还是lock down的时候 那两年后应该解禁 对对 是的 我们应该组一团去 对对一个这些 当年这四个人 所演的这个 尤其是因为 这个胰岛素相关的 这个发现这个过程 这个在医学史上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牵涉的人太多了 你现在特别照 还另外最重要 医学上很少有一个 这么简单的分子 51个氨基酸分子 可以控制这么重要的过程 没有错 就是说它的意义 不是说它在科学上研究的 但它是困难的 因为要 就也不能够预期说 你一定要解决就能够解决 也是 因为你刚才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它这么 那么的重要 OK 就这么样子的 一个围观的物质 就影响这么大 就它的重要性在于说 它就是重要 就是这一个元素 这个胰岛素 就是那么的重要 然后又好玩 是充满了剧情 又有人 人都是为了自己 所以document是非常多 非常多 很丰富的 所以是有考察的余地 就是说你要去看 是看得到 不是说你要去看 你看刚刚那个照片里面 有那个图 是原始的图 又红线画出来 我看到说 他们有一个archive 都把它数位化了 所以难怪相关的书籍 太多 所以我们 你例如说 你最后提到什么 2001年的书 其实我们可以期待 以后还会再有 你最期待的是电影拍出来 因为电影好处 它很短 它很 英文叫dramatize 一个半小时 很戏剧化 把张力把它弄出来 可是它又要很 还原真实 它不能像 随便乱写剧情 这故事 这documentary 不能乱编剧情 我知道这个 科学人物变成电影主角的 例如说是 图林 对不对 这是大家知道图林 爱因斯坦 欧本海默 这个 John Nash 然后前一阵子 在台湾才演的 那个Julie Furen 但Julie Furen已经好多部了 因为早年又 黑白片时期有一部 那个大概还已经拿过奥斯卡奖 我的 我印象 所以 我认为是应该是有的 尤其是如果是加拿大政府 再支持一下 这个也算是 对不对 加拿大的骄傲了吧 对 好 我们回来 最后一个问题 曲辅良朋友问说 现在的测试血糖 还是要用砸针 他说有没有更好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不知道 砸针 许多人会觉得 因为砸针 有人就有phobia 会痛 我每次看到 我进去有人 糖尿病 他在砸的时候 我就想 一个cringe 就说好痛 那一直想要把它 不是只有量血糖 打针 还用打的 也是很痛苦 所以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 目前有八十几个专利 就想要改进 比如说血糖 是不是能够像在量 那个溶氧笔 手指头伸进去 等一下再告诉你 九十percentile 那是用血管 血液通过那个微血管 它打一个光 然后它被吸收多少 去换算出来 要是能够那样是最好 可是难在哪里 你假如是血溶氧的话 它的颜色 可以跟血液溶色 成一个正相关 所以很容易就做出 这个对比的曲线出来了 血糖是一个分子 你一定要真正实际 把它量出来 你看刚刚那时候 Bass有讲说 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要抽15cc的血 才能够量出血糖 到它做实验的时候 2cc 现在只要一滴就可以 这已经是算经文 这已经经文很多 我也曾经讲过说 现在市面上 有没有就是类似这样子 听说德国有 可是你去医疗气场 他们说不建议 因为灵敏度不高 灵敏度不高 还是有技术上 可是技术上问题 绝对不对的那档 绝对不是问题 就是没有人 那曲老师 你是物理老师 曲老师是华江高中的老师 是一个非常非常老师 带学生都去参加展望演讲 每一个礼拜五对我来 是我非常佩服的曲老师 曲老师应该出来当教育部长吧 但是我觉得 其老师你问的问题非常的好 但是有鼓励你的学生 又有人出来做什么 这一定要从生化来着手 生化的减度 又有什么方法 可以只要用一个 就像那个斜阳剂一样 用个灯光就可以照出来 不是做不到 愿命不能做 做跟做不到 你想想看 1921年 其实觉得所有基岛数存在 对不对 可要到1951年 30年之后 生一个才把他定去定出来 为什么 我觉得中间的恶战是很伤人的 死了那么多人 大家都不去做这个 就去打仗 花板武器杀人 那一方面要 花斩要来救人 人是很奇怪的动物 我认为是很奇怪 那 假如一直把钱丢到武器上 不如来做这个动作 所以我想 曲老师鼓励了学生 这个是有可能的 好好去做 生化的观点 去想出剪记的方法 或者吐一口谈 就可以解决了 没错 不要写 这个是科学研究 也是这个 有很大的市场的 这个potential的 不过你最后提到说 这个医老术 我们平常就是说打针 可是现在已经有口服的 是不是 没有 现在没有办法 没有 那是要是 那个都还在临床 都还没办法 曾经有过都失败 进入临床都失败 现在还是要用 还有pump的 筋皮下的也都失败 到了第二期或第三期 我最近查的文献 都撤出市场 所以的确 因为那个是 你说这个 对不对 插一下 OK 这个是大概很普遍 因为需求很大 比起说 你要打 那可能这个 那个是那种侵入性 更大了 对 所以那个大概 很痛 很难过 不过这个是因为 要到血液里头的 就困难就是说 你并不能用呼吸 来判定说 有没有这个血糖 对不对 因为那个是在血里头 所以这个是 的确是困难的 不过 因为困难 我们才要突破 所以我们还有 一个问题 好 最后一个问题 目前有研究 这样INF单株抗体 加上特定测链 想尝试 口服单株抗体 对 Inflammatory Bal disease 这个是什么 我 你比较清楚 OK 就OK 的效果 想请教 胰岛素 可能克服 肠胃到蛋白 美积 身体可能 利用性的问题 就改为口服器 要口服器 这个 这个陈小姐 问得非常 这陈小姐 不要陈同意 问得非常好 就问题就是说 我们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吃药 都有那个胶囊 对不对 为什么要胶囊 人家想 我胶囊 把它打开 吃一半 错了 你胶囊打一半 出来 因为外面 你进去 你吃的药 就马上被胃酸 混进 为什么要医生 那个药学人 就要忙着去 把药包在胶囊里面 你说不会苦 不是 是因为那个药 一定是 有类似蛋白质的东西 只要一会见到胃酸 就 所以它通过胃 把你保护 等到胃 等到肠里面 它才被溶解掉 失望出来 那你问的问题 非常好 有没有人 能做 有 可是 显然有 技术上的问题 这个其实从19 从Eli Lili公司 本来他们就有尝试这个 一直都失败 到现在他们还是在尝试 就要怎么有个载体 载到然后到肠道 可显然到这个胰岛树到肠道 还是被分解掉 因为它到底是内昏蜜的东西 内昏蜜不融在肠道里面 内昏蜜是走在血管里面 所以这个技术就在这个问题 要怎么一个东西 它不会被肠道 内昏蜜的东西都很难处理 原来是照胃 你不要再胃就已经 就怎么样子了 要让它到肠道 所以你这个回答 又让我 我的这个生意知识 真的是还是太弱了 我小时候吃这种 很多药都是纸包的 然后你打开来粉状 对不对 OK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为什么不是胶囊 现在大概是胶囊或tablet 对对对对对 tablet是有coating 对对 所以其实这还有学问在里头 就什么时候你真的 让它发生这个效能 对不对 你吃进的药到底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真的 你这个味道让我想起来 现在我几乎没有碰过说 吃药包的情况 没有 现在都不用了 对不对 因為這樣方便 對方便 然後就攜帶方便 不用喝一大水 然後嗆到 直接一個coating就好了 以前餵小孩子吃這個藥 是很辛苦的 要把他抓到平時 很強貫的 好 我要多學 我這個這今天倒是學到了 這個沒想到 好 那我們今天的QA 這個進行了快半小時 那我們就在這裡結束 在結束之前 我要跟大家預告 下禮拜二 就是5月的最後一個禮拜二 下 晚上 這個是我們固定的 科學沙龍時間 那就在這個場地 不 當然我們是 今天是透過視訊 我們還沒有解封 我們台大 還沒有完全解封 所以我們下禮拜二 晚上在這裡 我們有 這個科學沙龍 是張海潮老師來講 光經過重力場的篇責 跟高崇文老師來講 水星勁動的 這個資迷 那這兩個都是牽涉到 廣義相對論 所以歡迎大家在下禮拜二晚上 一樣這個到 這個 YouTube 來收看我們的這個演講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 顏老師來跟我們介紹 胰島樹的故事 這個Soap Opera的期待 還有電影 我們就期待這個Opera變成是movie 然後再來 2020年我們組團去 對 是的 多倫多大學現場去走一趟歷史 好 2022 兩年後 好 那我們今天就進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剛剛 Martin criteria 上 samp旁 因为你絕對